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要教给一个专门对影像很有感觉的人来负责 那这个人就是摄影师 所以当导演找摄影师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肯定很多人应该看过末代皇帝 就是贝托鲁奇岛的那部戏 他的摄影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大师了 叫斯托拉罗 维托利奥斯托拉罗 我也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 才决定上地儿学院去考摄影系 当时这个导演就说 说这个斯托拉罗 说我跟他合作那么多部电影 说比我谈过的任何一个情人的时间都要长 他说的是女人 他并不是一个gay 然后就是比我待过的女人 任何一个女人的时间都要长 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例子 比如像奥逊威尔斯 这是很著名的导演 导公民凯因的导演 他和格里格托兰的一个合作 伯格曼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他和斯文尼克维斯特的一个合作 我们华语影坛里边 王家卫跟杜可峰的合作 那也是非常棒的 很成功 当然还有了 比如这个陈小哥跟谷长卫啊 等等等等 就是为什么这个导演跟摄影 一定要绑定在一起 那么艰难 就像一场恋爱一样 就要谈很多很多年 就是因为你想找到一个人来 用影像表达你的气质的时候 这个导演是非常艰难的 找到这么一个人 那么作为摄影师来说 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也是用他的个性 用他的文化修养啊 包括这种 这么多从他出生以来 一直到现在养成的一些习惯 来产生出一种影像 这个影像能不能符合导演的要求 其实就看这个摄影师 自己的想象能力啊 包括他的创造力 所以呢 摄影师工作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当导演找你来了以后呢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首先是跟他吃饭 对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般会聊出很多东西 然后当然了 这是一个开玩笑 最重要是我们要跟导演提出一个视觉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决定了 这部电影其实能不能成功 摄影上能不能成功 几乎是一半 他起到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记得 我当时跟陆川在一块的时候 他问我 他说你想把柯克西里拍成什么样啊 我说我没有概念对柯克西里 我没去过 我说要不然咱们就先跟你去看景 看完景回来以后 我说我不想拍一个有阳光的柯克西里 我只想拍一个音域的 我觉得那样跟你的这个人物的命运更合适 而不是一个像明信片似的集锦 我说那个 其实旅游者也拍得出来 那这就是一个设计 一个概念设计 那到了拍《天经》《天经》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变成黑白的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黑白的可能更 对人的精神它有种提纯感 你看到一个黑白影像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把所有东西 实际上天然的抽象化了 你不会注意到血 你不会注意到它皮肤的一些质感 等等等等 不会注意到衣服 你只注意到它的脸 后来我跟他说 我觉得这部电影 就是我们当年拍的这部电影 我觉得是一个 它不像柯克西里 是关于环境跟人的关系 环境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它只是一个人 它在我想象中 这部电影全是用脸来构成的 不同人的脸 那所以用黑白的来表现 一方面可以掩盖掉那种血腥的东西 它稍微减弱一点 让观众负担没那么重 另外一个它有种精神提纯感 所以呢你会更注意看这些人的脸 当然了 诸如此类我们每次都要提出很多个概念 所以我们怎么提出这些概念呢 比如说真的是 就是光靠吃饭聊天嘛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一般我会给导演写一个摄影的阐述 我也带了几个阐述来 可可西里跟南京南京那个忘带了 其实那还挺好的写 就出门忘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两个阐述吧 对虽然我没有带可可西里的阐述 但是我带了我们环境时候的照片 我们环境拍了大概有几百张照片 但是我后来摘出来了这十张 这就是我摘出来以后给陆川看的 所以呢这些其实就代表了我认为可可西里的样子 当然我其实是有一个很详细的阐述的 但是我是用这些照片来组成了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感受吧 告诉他 这比较简单的例子 真正的视频阐述在这 我们先看看800的吧 这是我最新拍的 因为我其实很想给大家介绍这个800是怎么拍的 但是因为还没有上映嘛 所以我就只能是放一些它的阐述啊 或者一些工作上的录像了 好这是一个标题 当然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那个巴别塔的导演 在他的那个电影的结尾里 打出来的一个一行字幕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但是他对于我们的电影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视觉感的一个标题 一个黑的夜晚和一个亮的光 当然从哲学上 你可以翻译出很多种意思来 但从视觉上 你也能马上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那所以我这个标题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让导演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想一种有对比的 你想一种抽象的一种摄影 而不是一个很写实的东西 我们不是要拍一个抗日神剧 好这是第一页 这个是有很多页组成 第一页是诗 它是一首诗 简单的说吧 就是他在这个四天里 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 所以我也选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一个电影的一个剧照 这是塔尔科夫斯基的镜子 这非常有诗意的一部电影 那么你选择这张照片 也是通过这张照片 只敢地告诉导演 我要拍这种有诗意的影像 好这就是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 这是那个怀香 那么这里边我想说的这个诗里面 其实就是它有一种批判 它也有一种赞颂 那也就是所谓的黑暗跟光明的东西 同时它有一个微观而宏大的结构 那这个意思 在我们摄像创造中来说 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术语 就是我们拍 比如说一个特写 或者一个全景 这个叫景别 那我想要的微观而又宏大的意思 就是我们会有两极的景别 就非常近的特景 和非常全的全景 把这些中间的东西忽略掉了 这又是一些图 这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感觉 质感的画面 那在这里边 然后我就讨论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完全像大冰仑一样去拍 因为大冰仑讲的就是一个战争的电影 而且它是一个超级经典 那我觉得可能这样是不够的 为什么要在这儿着重地说这个事 是因为它一直困扰着我跟导演 就说我们两个人想说 我们要不要拍成 《拯救大冰仑》那样 还是要跟它不一样 这是一个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完全再重复它的这条路了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的旅程 也是一首视觉上的诗 好 那这里面呢 其实上这讲的是一个光的问题啊 所以叫黑暗与光明 这个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个细节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我只是简单地过一下 那很重要就是说我想有一个光与影的写意感在《八白》里边 所以找了一张这个照片 这是麦克白的电影的其中的一格 这张照片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有光源的合理性 但是可以夸张一点 这个意思就在于 一部电影如果光源是合理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儿讲课 大家看到我脸上的光是通过这个灯发出来的 虽然我们可能在打很多灯 但是你的感觉 它就是从这盏灯发出来的 这个就是比较写实一点电影 如果像即使这儿亮了一个灯 但是我的脸是很漂亮 但是有稀奇古怪的很多格光过来 那是另外一种戏剧化的 这是最基本的区分一个电影摄影格调的东西 所以首先要提出光源的问题 然后这里面专门写到黑暗是高光的基石 就是黑色的映衬下光才能显示出来 黑色其实也是摄影师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那比如说Seven刚刚大家看到的启动作也好 或者末代皇帝也好 或者现在启数也好 他们都非常好 当然最经典是教父了 都使用了黑色 非常完美地用了黑色 那八百是一个很厚重的题材 所以黑色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里边 包括这个 这里边也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就我觉得有时候看不到 比看得到更有力量 所以专门找了一张 这个实际上是世界大战 就是斯比尔伯格的那个电影的一个剧照 所以我的电脑里有很多电影 然后也有很多张截图 我经常会看一个电影 看很多遍 然后把好的画面截下来 作为一种参考 经常一个电影有好几百张图 现在启示录这是 好 这里面讲出了一个摄影机的问题 那就是摄影机还是要比较真实的感觉 到这儿呢 这已经快完了这个摄影展出 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讲的是一个质感 这个大家观众一般很难感受到 一般它会有种下意识 那我刚才给大家放了四部电影 这四部电影是四个不一样的质感 那金刚是一个比较老范儿的 它用35毫米电影胶片拍摄 第二个电影是那个卡罗尔 它用超16毫米电影胶片拍的 超16毫米就是 当时赵一摩拍那个秋雨打官司的时候 用的那种胶片 它颗粒非常粗糙 但是用在卡罗尔里边 那个摄影师 用这么一个粗糙的电影胶片 它产生了一个印象派画的效果 所以非常厉害 那第三个2049那个 《银翼杀手》 它用的是现在主流的数字摄影机 所以你们看到非常清晰 然后颗粒感极其的细腻 最后这个爱玉之城呢 它等于又用回了 这个35毫米的电影胶片 所以你们看到 它有一点那种老电影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那么老 就是那种 有种很怀旧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质感 那800适用那个 是中国第一部完全用IMAX摄影机 数字IMAX摄影机 不是胶片的 诺兰用的是胶片的 现在大家一般没有条件 用胶片的IMAX 所以我们用的是数字IMAX 但也非常非常先进 它全球只有60多台 这个摄影机 然后非常荣幸 我们能够分到其中的两台来拍摄 当时也觉得非常激动吧 而且IMAX公司 等于自己出钱 从别的公司租自己的摄影机 然后花了很多钱来租给我们 因为这个摄影机 一周就要30万人民币 非常非常贵 根本租不起 所以呢 它是中国第一个 国内的电影 全程用IMAX数字摄影机拍的 那在这里边 当知道了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讨论 800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质感 那我希望是一个 相反是一个现代派的 画卷的效果 而不是第一行里写完了 模拟纪录片的颗粒感 那就说不是卡罗尔的效果 卡罗尔是有颗粒感的 这个无所谓好和坏 这只是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认为 你自己的一个喜好的问题 你觉得这样跟这部题材最吻合 那就用这个方法 那也许换了一个摄影指导 他就觉得我用颗粒感挺好的 这个艺术肯定没有对与错 所以不同的摄影师 就会有不同的气质的画面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 我在找了一些 毕加索的画 蓝色时期的画 我很喜欢 这个电影我特别喜欢 最香名 这里边讲到 关于主题色的问题 就是说 我找了这张作为例子 那么就说 我现在把整个磁带宝都降低 但我会突出这个绿色 蓝色黄色和黑色 然后它是一个冷而现代的色彩 虽然它是一个三十年代的故事 最后 我怕大家没记住 就又写了一遍 这是一个诗 不是一个纪录片 简单说就这意思 好 这就是对800的一个摄影的阐述 简单的给大家放一下 那比如说 《妖猫传》的这个标题是这样 奇幻的画卷申请了诗 这是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 碰到凯歌导演的时候 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是用三四千个镜头 拍完这个电影好呢 它就是意味着 就是很快的剪辑 还是用长镜头多一点的 镜头数少一点来拍呢 那我说 我觉得 因为我特别喜欢八王别姬 所以我说 可能还是像八王别姬一样 就镜头长一点 视角少一点会更好吧 然后这样更有调度的美感 当然他也很喜欢 后来他又问我第二个问题 他说 我特别希望能拍成中国的画 后来这个问题 确实把我给难住了 我说 那个就是在吃饭 第一次见面在吃饭 跟每个导演第一次吃饭都很重要 这个我还没法回答 马上回答 因为我说中国画是没有透视的 而且中国画 也没有光影的反差 可是我说电影的天然就有透视 也有反差 这个我确实 想象不出来这个感觉 所以我后来就去琢磨了很久 然后就给他写了这个阐述 这阐述就是 当然也是强调诗意 强调一种画卷感 那么这张画是 塞加尔的一个画 那么简单的说呢 我觉得仅仅模仿中国的画是不行的 是会把自己 推到自己挖的坑里去的 所以呢 我给他写了一个 我思考的历程 这历程是我先研究了服饰会 因为服饰会跟中国的画是很像 但是服饰会比咱们的国画要相对来说 更有透视跟色彩 但他只是强调了某一种色彩 然后要找一些现代派的绘画 相对来说也是色彩比较简单的 这样吧 我来放一下凯克导演是怎么说我的吧 这是一段 一段其实要来在后面要放的 就是现场的花絮 然后包括一些他的描述吧 大家也就先看吧 像想像是存在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我很喜欢导演提的画意 但是呢 东方的绘画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是没有透视的 这个是我觉得 特别难的一个事情 特别大的一个难点 就是用光来表达含影 它的光线有一种璀璨的辉煌 具有很强烈的隐秘的戏剧性 我们大概设计了 有八种光效 层次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产生一种特别奇妙的效果 我开车了 对 对 对 在他发生了 我用到 按一下 好 我者 宝贝 这是 啊 啊 开始 往前往这边偷一点 走 转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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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位客人是安禄山 皇帝散发击鼓迎接他 欢乐被推向了高招 安禄山要造反的消息 早就传遍天下 皇帝仍然一胜眼 宽带这个要杀他的男人 皇帝是宇宙之王 天真之子 凌甲于一切之上 我就拿这个代替这个 谢谢 那咱们就把杨磨众的凶尘片也再看一下 既然大家都鼓掌了 好 等我找一下 在这儿 预告片 真元二十一年 正月鬼寺 天子遭人失咒 前所未有 此人这个样子有多久 七天七夜 睁眼无眠 何人可破 在下起居郎白乐天 专写天子行旨 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 我下不了笔 在下空海 是我过来的沙门 我来长安 是为了求法 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 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 这只要剧连山门都没出去 killer 了 未来 三 место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参考 然后又从这儿找到了 后印象派防高的一些作品 包括门客的一些作品 当然我们也去学习了金绿山水 然后所以呢是把这个 中国的这个金绿山水 然后包括后印象派的一些东西 日本的服饰会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画卷的感觉 这里面你能不能看到 如果看好的这个效果 能看到很多绿色的使用 这个绿色的使用 不光是金绿山水来的灵感 那更多也从门客的这个画派里边 获取了一些东西 然后呢在现场 刚才有放了一段花絮 那个花絮我一直在操纵一个调光台 这个感觉特别像一个录音的工作 但实际上是 我后来觉得这部戏是 不需要像可可其利样 或者像南京南京一样 它是完全写实的 它其实是给了我一个空间 可以让你用光去表达很多含义 所以我们在现场实际上用了一种完全新的工作方式 就是在拍摄每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是把灯一次性的全部架好 在拍的过程中就没有再调整 而这些灯全部都接到我的这个调光台上面 然后大概是 我们最多时候用了几百个频道 所以呢就像一个现场演出的秀一样 就是你像一个那种DJ一样 一个灯光DJ 然后来完全是感性的 来调整这些灯光的颜色和亮度 这个其实是原来很难以想象的 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制作里边 用这么 当然我们是有一个提前的计划 肯定有 但是在现场 完全的即兴的去创作 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要求你有特别强的这个情感的储备 而且要有特别的高超的记忆 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工作 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 妖猫准这个作品 但我也很尊重陈亚哥导演 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实现了一个 我以前没有做的一个 这样质感的电影 这么一个机会